這次要講的是換衣服的進階版 我們會使用一個軟體來做 那個軟體叫Krita 這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呢是一個免費的軟體 所以可以直接去下載來使用 Photoshop當然也可以 但是Photoshop要錢 所以我這次介紹的是這個免費的Krita 下載方法可以看我之前的教學影片 這一片 如何將AI算好的圖做成動畫 在這裡面呢 就有介紹Krita的下載方法 跟怎麼樣去使用 各位有需要的話可以看這個影片 如何將AI算好的圖做成動畫 我也會把這個連結放在影片說明裡面 那我們就先切到Stable Diffusion那裡 我們先算好一張圖 然後再把這張圖的衣服給換掉 那這一次我們使用的方法是 之前我們用的是InPen 我們用滑鼠在上面畫出遮瑟片 那這一次要使用的是InPen Upload 就是你會把算好的圖先放到這上面來 下面呢就是用Krita畫好的遮瑟片 利用Krita裡面的一些功能 比較容易可以畫出我們想要 而且比較精確的遮瑟片 另外我們也會使用ControlNet 來控制衣服讓衣服的產生能夠在正確的位置上面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做做看了 首先把之前的設定把它帶進來 這是我剛剛在做的設定喔 那它會幫我存起來 所以你按了這個往下的箭頭 它會把上一次的紀錄把它帶下來 我們還是使用BRA 第五版的V5的這個版本 然後按下產生 我們就使用這張圖 我們把這個衣服給換掉 那這衣服其實不太好換的地方 在於說它這個有頭髮這樣跑過去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用這個Krita 把這個衣服把它框起來 那等一下我會教各位怎麼做 所以我們先把它 send to image to image 目的是為了把這些資訊把它帶到這裡來 那等一下我們當然是用InPain Upload來做 那我們現在先切到Krita這裡 然後把剛剛算好的那張圖 把它拖曳進去 它這邊有個圖示 將影像拖近視窗即可開啟 所以把它拉到這裡來 那就可以打開來了 我們這一次只會用到一些比較基本的功能 像是 復原跟重做 所以圖示就是復原跟重做 然後存檔 我們這邊會用到一個功能就是另存新檔 所以選擇檔案 所以選擇檔案 另存為 在這裡呢 我們會把它存成某一個檔名 所以這個地方會用到 然後我們只要框衣服 所以我們可以用滑鼠中間 把這個畫面給它放大一點 那等一下比較好框 我們要使用的是這個 叫做磁性曲線選取區域工具 它會幫我們找到這個 比如說你在這邊點好了 你這邊點好了 它這邊會 就是它會找到那個 像素顏色差異最多的地方 所以你就很容易 選到你要的位置了 但是也有缺點 比如說它這個就跑到這裡面來了 如果覺得不好看 你可以按ESC 重新再來一次 好我們是要從這裡開始 因為我要把 這個要選到頭髮實在太困難了 所以這一次呢 我就決定說 就是 頭髮不要另外處理了 就這樣子 這樣處理起來 到後來會頭髮會在衣服的後面 不過這也沒關係 不管它 就這樣子把它框起來 尤其是顏色差異更多的地方 就很好選到 最後起點終點要結合在一起 按滑鼠左鍵兩下 好 這樣就全部選完了 就產生一個 這個選取區域 接下來我們要讓這個 未來的遮瑟片旁邊有模糊的效果 所以我們要讓這個選取區域旁邊產生羽化 所以就選擇選取 羽化 選取區域這裡 然後這裡呢 我們把它設成2 按確定 它就會往外擴張一點 而且這個會產生一種模糊的效果 好 接下來我們要產生兩個塗層 一個塗層 是要填全部都是黑色 另外一個塗層 要填這個衣服 這個選取區域 要把它變成白色 那就是未來在 Stable Dibusion裡面 它會當作遮瑟片的部分 所以我們先產生兩個塗層 一個塗層 再加另外一個塗層 好 那先把這個眼睛關掉 我們在這個塗層呢 我們在這個塗層呢 要把它填上黑色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個地方 白色 這個地方指的是前景色 這個黑色指的是背景色 那我們要選擇編輯 用背景色填充 它就填上一個黑色了 那接下來 我們把這個選取區域把它打開 然後也把這個顏料塗層2把它打開來 那我們在這個塗層呢 就要填上白色 所以選擇編輯 用前景色填充 這樣 所以這裡這樣就可以做成一個遮瑟片了 那也許有些人 它的前景色跟背景色 不是這一種 黑色跟白色 你可以按這個左下角這裡 點一下 它就會變成黑色跟白色 但是因為它的 不太顏色 不是我們要的 比如說它前景色是黑色 你可以按這個箭頭 雙箭頭點一下 它就可以前景跟背景色互換 接下來我們要存檔了 選擇檔案 另存為 那這個是上次的檔案對不對 然後我們在後面加上Mask 就知道它是遮瑟片了 按存檔 再來我們就要切回我們的Stable Diffusion了 在這裡我們切換到In pane upload這裡 然後我們把剛剛做好的那個遮瑟片把它拖到這個位置來 原先的圖把它拉到上面去 這樣 那另外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這邊要改成View 這裡呢把它改成 這一個 這個維持0.75 這個維持0.75 可是有 然後 有時候我會把它設成0.9 就看 看需要 然後目前先用0.75 Seed要變成乱數 這樣 我們先不用CTRL NET來試試看 這個衣服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這裡已經有設定衣服了 我們看看在哪裡 這裡 這一個衣服 白色的衣服 那我們來看看 嗯 換一個好了 按下產生 顏色的部分 反而是最難處理的 顏色的部分 所以我們把這一個 Denoising Stress 把它調成0.9 試試看 看會不會改善這個 結果 衣服的樣式變了 頭髮也變了 但是 顏色沒有變成我要的紅色 所以 改 顏色真的是蠻麻煩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把RAID放到 這裡面來 按下產生 可以發現到這個 變得很奇怪了 這時候我們又要用到一個 就是CTRL NET來 控制這個衣服的 位置了 所以我們把CTRL NET把它打開來 我們這部分選擇 Open Pose就好了 好選擇Open Pose 這裡選擇Pixel Perfect 其他的照預設值 然後我們把 這張圖把它拉進來 我們先 看一下預覽 好 那這個位置在這裡 我們來試試看 看它會不會亂跑 我們就可以把衣服固定在 正確的位置上面 然後之前我們做的時候 因為沒有用CTRL NET 所以它的衣服就會 位置就會跑來跑去的 很奇怪 那經由CTRL NET的話 我們就可以控制衣服在它 應該產生的位置上面 我們可以試著修改Promptor 我們把除了衣服以外的 一些Promptor都把它拿掉 按下產生 按下產生 各位可以看到這衣服已經變成 我希望它的顏色了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手部這邊有一些 痕跡啊 所以我們要來處理一下 怎麼處理呢 把這個已經做好了 這一個 把它Send to Impair 在這裡呢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自己畫 因為它只有一點點很好畫 把它畫上去 然後在這裡 全部都一樣 但是這個怎麼辦呢 你要把它回到原來的樣子 所以 事實上 就CTRL Z就可以了 就這樣 然後按下產生 來看看效果怎麼樣 這邊 手部的那個 連接的點呢 就不見了 而且非常漂亮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 它的手指頭12345都正常 所以它是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圖片 你可以做法就是 你把它Send to Extras 然後在這裡呢 直接把它變成4倍 用這個Ultra Sharp這樣 然後按下產生 好我們看一下結果 就是一張還不錯的圖了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希望大家幫我 點讚、訂閱、分享 及開啟小鈴鐺 謝謝